大家好,我是某七戰狼兵 在昨天新一代的CBR1000RRR發表之後 站長來到米蘭車展的現場 有沒有看到實車 來給大家看一下 這次發表但主要是動力心臟 車架外型都是重新設計 來了來了,這個蝎子館 原廠就搭配了蝎子館 所設計的這個排氣 尾燈的部分呢,其實設計 跟現在Paris Gare 有一點像 那這一次呢,其實整個 新一代的RRR 它的配色其實相當漂亮 紅色、藍色、白色 重點的車頭造型來了,我們來看一下 從剛剛這邊有一個角度看起來呢 很像是那個 過去的600RR 但重點呢,還是在它的整個 整流 整合在整流罩裡面的一個定風液 很厲害 我們再來看一下這個車尾的造型 真的非常的高俏 而且尾燈看起來是不是在這個角度 跟Paris Gare很像呢 那再來我們來看一下它整個後搖臂的部分啊 是有加長 然後跟現在RC213VS 基本上是一個 算是很類似的設計 那整個動力心臟的部分 這本新的引擎呢 可以輸出217匹馬力 160千瓦 大家來看一下這個 訂風液的部分 所以車樓看起來真的非常的特別 車樓看起來真的非常的特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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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也是現在比較 比較 比較少有這樣的一個設計風格 我來看一下整個儀表的部分 我來看一下整個儀表的部分 儀表現在應該是采用一個競賽的模式 因為看起來呢 是以轉速表為主 另外一種 因為它這是TFT全彩的儀表 另外一種設計呢 另外一種選擇呢 例如說你有速度放比較大 例如說我們在一般道路騎乘的時候 速度就會放的比較大一點 但如果在賽道上的話 基本上只要轉速表就可以了 整個都有貼上HRC 非常漂亮 HRC其實就是紅色加上藍色的配色 定封印的設計真的非常的美 定封印的設計真的非常的美 看一下車頭的側面 這次一樣呢 會有一般版跟SP版本 正式名稱就是CBR1000RRR 好多R 那以上呢 就是站長在egma車展給大家所介紹的 新一代2020年 火之刃 HONDA的當家仿賽車最高的技術跟速度的指標 性能 CBR1000RRR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 那站長陸續呢 還會帶來更多的影片 希望你一定要鎖定我們的頻道 那就這樣囉 掰掰 掰掰